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款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给您分享一个VUE的项目 最近我也是正在看一些VUE的比较优秀的项目 正好找到一个 我认为它做的非常的不错 所以说我做视频分享给大家 好 那咱们就看一下今天的主题 Dogestar UI 它是一个基于VUE框架的模拟Windows桌面的这么一个项目 我认为是非常的不错 咱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的知识点就一个 我给您分享一个非常优秀的VUE的项目 它来模拟Windows的桌面 咱们先看一下它的官网 这个是来自于咱们国内开源中国GitT的一个项目 我认为非常的不错 咱们看一下 就这个网站 其实以前我也是把代码放在GitT 最近放的比较少了 然后它这样 它做了一个Windows画面的模拟 我认为做的也是非常的不错 今天咱们就试一试 我在我本地把它代码拿下来 咱们的实际运行 看看这个实际的效果 好那咱们开始 首先应该是把它的库克隆到本地 咱们使用Git克隆到本地 我开一个大家请稍等 然后克隆过来 它的代码并不是很多 为什么我觉得应该推荐这个呢 是因为它的代码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我觉得它编码非常简洁 而且非常的优秀 咱们先做个安装 好咱们安装时 咱们回到它的代码库 咱们看一下 它代码非常的简洁 首先咱们先看一下 它这个pocket包 它用到的这些个pocket包 比如这个动画 对吧 我认为它用的最多的是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叫做And Design Vue 它用的很多画面的效果 其实是用的是这个组件 这个组件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组件 有机会吧 我给您开课 可以专门介绍这个组件 它其实主要的核心 是用这个组件 来实现画面的一些效果 但是它代码也非常简洁 咱们看一下 比如说 它代码当中 用到状态管理Store 是吧 一般咱Store会寄到 这个index文件里面 它没有 它自己建了一个 单独的状态管理 它放到它的manager里面去了 在manager里面写的 也是标准的 Store的代码内容 有性女朋友可以读下 反正我认为 对于这个出现者朋友来说 读下它代码 应该能够学到好多的东西 比如说它 它自己在这建了一个注册表 相当于也是像Window一样 去管理各种任务 各种窗帖 都可以在这地方进行管理 我觉得它设计 还是有它自己的思路 而且代码量 真的不是很大 大型是它的所有的组件 和view 在这地方它做的管理 而且它做的也是这种 怎么说 组件化的设计 设计也是非常的不错 我认为它的代码量不是很大 而且您读起来 非常的轻松 而且确实是完成了一些 怎么说的 非常不错的功能 这个状态条 包括这个墙纸 它都有 大型看代码量 其实并不是很大 而且它用到动画 挺不错的 好 咱们看这装吧 咱们就马上试一试吧 回到我的课键 咱们直接 因为是voe工程 所以咱们直接就voe 软这个服务就可以了 这个非常适合于初学者 初学voe的朋友 来学习一下 我认为它的代码解答 讲的是非常的好 大家请看 这就是它的桌面 大家请看 其实是像这个windows 我机右键 还能有这些个内容 对吧 没有问题 然后这边还有这个浏览器 这浏览器其实就是voe的 开始的起始页 一点击之后 咱们是开一个新的浏览器 去看到一些内容 是吧 OK 比如说这个计算器 对吧 咱们可以输入信息 可以做计算 都是没有问题 做的其实挺好的 大家请看 它其实主要用到这个框架 对吧 on the design voe 它主要用到是这个东西 OK 这个其实都没什么 这个模拟 这个骷髅 这里面其实就是voe的起始页 对吧 然后点击之后进入到voe的画面 这还有一个菜单 大家请看 菜单做的挺不错的 是吧 点击哪个 就直接开哪个 对吧 当然它开都是一样了 这个内容其实很简单 其实就算是很简单 我认为对于初学者朋友来说 你看看它怎么实现的 我认为真的是对您的学习来说 很有帮助 所以说我今天做一个视频 把这个项目推荐一下 您可以实际的去试一试 看一看 我认为它这个项目编码 也简洁 而且也规矩 同时效果也达到了 好不好 OK 这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 视频的内容了 今后我会不定期的 把我认为一些优秀的项目 不管是咱们国内的GIT 还是Github上的项目 我都会分享给大家 希望您能够喜欢我这一系列的视频 好 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视频再见咯 拜拜 好